这个情况 各位请看 我觉得可能我俩不适合 我不想放弃 我很喜欢她 我想保护她 我想让她今天 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我 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也在犹豫 我到底能够沉默多久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贵先生21岁 来自贵州摄影师有请 曾女士21岁 来自贵州化妆师有请 欢迎两位 恋爱谈了有多久 谈了一年多 我看这小片里说 今天是来寻求答案的 是吧 对 寻求一个啥答案 女朋友她想分手 想知道她到底是 因为什么要提分手 咋认识的呀 我是在一个教育机构 做摄影师的嘛 然后呢 她是我们的教育机构里面 学化妆的化妆师 然后我们租房隔得很近 就认识 她跟你提过 她要跟你分手吗 她回过一趟老家 回来之后有提过 她回那趟老家 回来之后有变化吗 跟以前 她回家去 然后回来之后 我问她的事情 她都不愿意跟我说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嘛 吃饭啊什么的 她都会夹菜喂你什么的 然后自从回来之后 就好像那些亲密的动作 就没有了 不亲近了 不亲密了 还有呢 遇到什么事 给她说 反正就是 不像以前一样 两个人能正常地聊天啊 通常我们的思维就会想说 女生有变化 要不然就是因为 女生遭遇一些什么事 要不然可能就是 女生发现了 男生的一些什么行为 只是她忍住不说 那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从你自身 找到原因说 为什么四五月份之后 这个我女朋友回了趟家 她就对我的态度变了 你有问题吗 有问题吧 什么问题 你看 就有一次去露营嘛 我带了我的一个同事 然后我同事带了她的女朋友 然后还有一个 也是女同事嘛 然后那天 我也带着我女朋友去 我没有像那些朋友 介绍我女朋友 感觉她挺生气的 没有官宣 是因为这个吗 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的 不至于的呀 因为那时候 心情也不是很好 然后她老做一些事情 刺激到我 回来之后 然后她又临时 叫我去她家见父母 然后我就想着的是 不是很想去 她第二天就直接拉我去了 没有跟我提前商量 那天刚好我哥哥 要带女朋友回去 然后呢 我两个又没有见过我的父母 刚好也把她带回去了 你去他们家之后 你觉得她家人对你怎么样 表面的话也是挺客气的 但是我觉得她家可能接受不了我家 我家是单亲家庭 但是她家是双亲家庭嘛 那你去了之后 感觉那个氛围怎么样啊 感觉不是很好 是对你不好 还是对她哥那个女朋友不好 还是对你们两个女生都不好 对她哥的女朋友是蛮好的 那她父母对你的态度呢 不够热情 那我觉得那天的话 主要还是因为帮我哥哥把关嘛 那肯定是 大多数的热情肯定都是给到我哥哥的女朋友嘛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升任期的 你没有觉得你这件事做得很鲁莽吗 我觉得是有点鲁莽 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怄气 但是第一次嘛 总是要准备一下 第一次给她家父母的印象肯定是要好的呀 那你父母对她印象好吗 父母表面上其实觉得都还好吧 但是我父母私底下还是不太满意 这个我女朋友嘛 不满意什么吗 担心家庭嘛 然后加上了内相 这个姑娘倒是感觉的挺准 就是因为这个事是吧 然后还有那天下班早嘛 然后去公司找她 看到她在那又跟一些女生在那 有说有笑动手动脚的那种 这都动手动脚了 我觉得那个是同事 比较好的同事也属于正常一点的 勾肩搭背了 有这些动作 那难怪呢 是女孩子 那个女同事主动过来的吧 完了 这可不是嘛 你爸妈又看不上我 对吧 你自己又这样 那肯定跟你分手啊 我当时手上是拿着东西的嘛 我到那里我就说呢 给你买的东西 然后我就 就是这样哼了她一眼 我就走了 知道为什么了吗 知道 那个事发生了有多久了 去她家之后回来发生的 好嘛 连续啊 连续发生事 后面还发生了什么事啊 姑娘 然后还有她刚刚说的那个露营的那件事 哦 全都连在一起了 对 你们家人对我也不好 你自己好像也不老实 不老实就算了 你还不在朋友圈里官宣我 是这意思吧 那我跟你谈的什么劲啊 只是家里人是不太看好 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的 好 细节封面啊 然后做饭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就是从她回家以来 好 行 性格让我觉得 方便跟我们聊聊吗 就回家怎么了 你是跟谁啊 单亲是谁 爸爸带妈妈带 爸爸 爸爸带 对 家里是你一个孩子 两个 还有个妹妹 一个男人带两个女儿啊 对 哦呦 那是不容易 妈妈呢 妈妈 呃 四孤去生 意外去生 哦 那这 那这老父亲不容易 他没娶 没娶后妈给你吗 没有 就带你们姐妹俩 对 啊 那是挺难的 然后回家之后呢 那天刚好回去 看父亲嘛 嗯 然后妹妹她那天也刚好在那个 村 她听说我回来了 她就带她的男朋友回去 然后我爸她看到那男的 她一下子她就不同意 妹妹比我小三岁嘛 就说你现在年纪还小 你就跟别的男人谈上了 这没什么呀 当爹子都这样啊 你把突然之间 女儿带一个小伙子回来 肯定着急啊 然后呢 大家接到 你为什么不给我说呢 你没有像我这样问的 你慢慢问他呀 你得聊 对吧 听 听 然后呢 然后呢 妹妹就说的是 你不同意 那我就跟他走 就真走了 真走了 小的时候 父亲他不是比较偏爱妹妹吗 一下子妹妹给他失望了 所以你回家 他对你态度不好了 对 他就说的是 你要是以后也敢这样 那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我心里想的是 从小你对妹妹那么好 然后把你的希望都寄托给妹妹 然后后面妹妹他又弄出了这件事 后面他又转过来说 他又把希望寄托给我 爸爸把所有的希望都给了妹妹 对 现在妹妹让他失望了 他转回头来又要求你 对 你觉得凭什么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这件事一直在心里压着 不知道该怎么说 然后他就老是问我说 你回去怎么了 你也不告诉我 什么什么什么的 因为就比较 自己比较孤僻嘛 就是遇到什么事 就喜欢藏在心里 不喜欢说出来 然后他就老逼我 又不想告诉他 就是感觉话是到这个位置 然后他一逼问你 就不想告诉他 回去明明就很失望的 回来了之后 他又一件一件地 做那些更过分的事情 让我看到 就感觉在他身上 看不到希望 你有跟你爸谈起 你谈恋爱了吗 没有 以你对你爸的了解 这个男孩带到家里 你爸会不会像 看不上你妹的男朋友那样 一样看不上他 有一点 他们家的条件 你爸会认可吗 他家的条件也是蛮不错的 他生长的环境 跟我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你是担心你配不上吗 也有一点点 因为他自己的父母 也不太认可我 就是 我父母那里 我可以去劝说 只要解决好你这里 我觉得父母那里 我觉得我能去说服他们 你小时候 你爹对你多不好啊 就比如说 饭桌上 有两个鸡腿 就是有好吃的 妹妹吃了 她说她还想要 那我说 那这个本来是我的 她说那你直接给你妹妹啊 你妹妹小给她呀 然后还有一次是 那次是在厨房 然后弄坏了一个缸吧 我准备跟她说的 她直接一上来 就拿凳子砸在我的头上 感觉是 自己不是亲身的 但是 又是她亲身的 那天在咱们家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给哥哥的女婆 加菜加得多呀 对她哥的女朋友 笑容要多一点 特别像 小时候你妹得到那份恩宠 是吧 又被冷卧了 是吧 是的 这要嫁到这个家里面 我又是单亲 对吧 他们看不上我 然后哥哥又有一个嫂子 他们对嫂子的第一印象 就比我对我的好 害怕是吧 所以你能告诉我说 你要找一个男朋友 理想中的老公是什么样的 得到她的宠爱 她的所有宠爱 都是给我一个人的 我觉得我可以把 所有的宠爱都给一个人的 别拍这胸脯说 别拍这胸脯说 行了 听明白了 男孩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女孩告诉我们说 哎呀 我原生家庭受伤了 我感觉不到这个男孩对我好 所以我还想跟他分手 是这意思吧 对 行了 老师们 你们看看怎么帮助这姑娘吧 帮助一下这小伙子 这爱情爱的爱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女生 如果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那么生活 她就会一滩湿水 你此刻 内心 有太多的话 都是自己对自己在说 用沉默 用自己的痛苦 在掩盖 心中 想说的话 两个爱的人 性格不同 无所谓 但有时候不要用沉默 用冷战 我们需要的是交流沟通 但是这种交流沟通是有方式的 也就是说 一定是要有温度的 否则一方 他会更加的拒绝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一段 他的沉默当中 甚至他无奈 想放弃这一段 情感的过程当中 你有很大的原因 更多的日情 更多的主动 更多的呵护 更多的关爱 释放出来 好不好 帮他去走出 原生家庭的阴影 帮他去走出 那座孤岛 好不好 好的 谢伯鸿兄 严老师 女生 你觉得 一个什么样的女婿 你的父亲会满意 或者说 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你的父亲会满意 你心里有答案吗 你知道吗 不是很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从来都不知道 所以你在这个家中 从来都没有找到自己 角色的定位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深受 原生家庭的影响 但是在成年以后 我们脱离了原来的 原生家庭 你来到了社会中 你遇到了男朋友 你不会再和你的父亲 天天朝夕相处 你就要自己去 找到这个角色定位了 这不是你爸爸 要帮你做的功课了 是你自己要完成的功课 这个功课更不是你男朋友 帮你要做的 没有人适应你的药 解药在你自己的手里 我特别希望你能打破这种沉闷 就回到一个年轻女生的状态 我去开开朗朗地享受一段爱情 我放下过去曾经原生家庭这些伤 我大胆地去拥抱生活 又能怎么样呢 有什么想法跟他说出来 他做不到的 你去提示他 他再做不到的 你就走开 男生我觉得其实 我也不觉得你有多么 和他能够长相守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持续这样的沉闷 或者是莫名其妙地不愉快 你完全掌握不了他的 内心的想法 时间久了你会累 那个时候你对他伤害会更大 因为他满心期待说 这个男人有一天会走进我的心里 会帮我打开心结 会和我携手 他怎么会累了呢 我不一直就是这样的吗 我有心里话 我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就不说呀 你怎么不懂我呢 你怎么不等我呢 他会不会是适合 和你长相守的那种女生 我是打个问号的 你自己要判断 所以我不太看好你们两个 我觉得各自的伤 各自处理 各自的成长 自己负责 谢谢 谢谢严老师 谢谢 珊娜老师 女生原生家庭的痛 你无法在爱情身上找到 你无法在男人身上去弥补你原生家庭的痛 你懂吗 你缺爱 所以你在任何人身上都在找被在乎的感觉 包括男朋友家里的人都得爱你 那是你自己缺爱 而且我不觉得单亲家庭怎么了 你比别人缺给我短腿还是怎么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自己瞧不起自己 你如果不解决自己内心的这道坎的话 过不去这个节的话 今天你在他身上碰到的是这样的问题 明天你可能再碰到一个男生他家里面是有妹妹的 你有小姑子的 就会觉得 诶 凭什么对女婿比对儿媳妇还好呢 你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解决掉你的心理问题之后 不要别扭 要觉得喜欢就在一起 不喜欢就分开 别扭别人也别扭自己 图啥呢 就这样 谢谢莎娜老师 米娜老师 姑娘的内心戏太多了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个儿 在跟自个儿较劲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这一种较劲 可能来自于长期 没有能够充分表达的愤怒和情绪 小的时候妈妈去世 所有人都在告诉你爸爸不容易 妹妹失去了母亲 却没有人问过你 在那个时候 其实你也失去了母爱啊 所有的人让你要保持强大 成为这个家里头的小妈妈 既照顾好妹妹 又能够辅助父亲 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同意你像孩子一样去崩溃 你没有完全释放的那些悲痛 和不被他们重视的情绪 成了你一项处理自己内心戏的唯一方法 那就是我一旦觉得可能有问题 我就躲起来 因为没有人在乎我想什么 你指望爱情来帮你 帮你找到那一个可以懂你想什么 不用你说就能支持你和理解你的人 但是当你跟男朋友一起去到他家的时候 你发现他甚至跟他的家人融合在了一起 在那一刻他会忘了你 他在忙着跟他的父母说笑 跟他的哥哥嬉闹 开他哥哥女朋友的玩笑 你真的是在乎他的父母没有那么重视你吗 不止 你还因为你身边唯一的这一个你的同盟 带你回去的那个人 甚至忘记了他得成为桥梁 他得注意你的情绪 你本来以为他可以在你有一点紧张的时候 跟你的话多说几句 但是他却把你放在了那一堆人里 让你去自来收 你越局促 越想把自己抽离 越想躲起来 而你的这一种想躲起来的感觉 又会让男孩的妈妈觉得你不好打交道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他的妈妈不爱我 你不知道他的妈妈不是不爱你 是因为你已经把自己蜷缩成了一个 蜗牛 你让我们怎么去跟一个蜗牛说话呢 他甚至都不露出小脑袋 但是蜗牛心里想的是 你们不爱我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啊 因为我没有妈妈呀 不是这样的姑娘 对于很多女性来讲 比如我自己是母亲 如果一个女孩告诉我说 我妈妈很早去世了 我的父亲带着我和妹妹一起成长 我会特别器重这个老大 因为我知道这个老大身上有很多 特别棒的品质 她一定在这个家庭里头发挥着小妈妈的作用 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维系得这么好 这么稳 有很大的功劳在她 我也因此觉得这个女孩子一定是可器重可依赖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的母亲去世会使别人看我的时候 有了一样的贬低的眼神 不存在姑娘 一点都不存在 你试试调整一个态度来看一下自己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我挺棒的 然后你再看看 整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不一样的一些 谢谢米娜老师 没有啥 我觉得老师们该说的都说了 基本就属于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 就是恨不能在今天的几分钟几十分钟之内 让这姑娘一夜成长 不可能 反正我听下来就一句话嘛 承受不起快跑 你承受不了 这姑娘你没有办法对人家负责 或者她所期许的你给不了 你需要跑 你要承认自己现在很弱小 不是两个人不好 你也很好 他也很好 只是因为不配 这得多么细腻的一个男人 才能驾驭住现在这个女孩 换任何一个男人跟他谈恋爱 超不过三个月半年就一定会分开 这要是我们家儿子带来一个儿媳妇 根本不会这么问的嘛 就一看这个人 一看那个气质 就先聚了嘛 哎呀 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忧伤的孩子 到底家里面经过了什么磨难呀 哎呀别了吧 这会不会影响我们家儿子 你觉得老人这么想正常吗 正常 但是我觉得分手还是挺好的 因为太小了嘛 21岁结什么婚呀 21岁结什么婚呀 先把自己处理好了 再结婚 对吧 找一个懂你的男人 这小孩不懂你呀 你可以跑 你跑不代表你坏 你承受不了 时间留给你们俩吧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我还是能用我的热情 内心去感患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和你一起携手走一下的 你觉得你会走进我的内心吗 然后你打开一点 我觉得我能走进你的内心 起亮灯 啥走进内心嘛 行了回去吧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我们预测一下 预测一下 这个还蛮有预测头的 对 我真的非常盼望这个女生能打破沉默 走出孤岛 虽然他们这段恋爱有很多问题 但我断言双出 来来来来 男出女不出 我觉得双不出 我跟余老师这一次观点一致 我认为双出 因为男孩身上的阳光正好是吸引这个女孩的地方 他就是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干干净净 家庭幸福的这种状态 来吧 看他们自己如何选择吧 看他们自己如何选择吧 请开门 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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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如果你们有爱 能够让你们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坚强 生活变得更好 来吧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先亮灯 哎呦 又嘟上嘴了 走吧 回去吧 加油 早前段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